何家公雞?何家差? 何家小雞不用猜了,何解呢? 因為姓何的人的祖先 原來不是姓何,而是姓韓的 何車… 喂,那個 大力點撥到頭上才行 何車… 那些人練歌天天不停唱 原來竟然是中國人的Doremi 何媽?何媽? 為何會叫何媽呢? 前期時期,老佛爺和小李只會為大家解開何媽之邁 我們立即走進百姓甲 走進百姓甲 走進百姓甲 你怎麼說的? 不要,也就是這樣 好,我們先別說其他東西 我們先說今集內容 還沒說之前,先跟大家做熱身 就是先擲四平八穩馬雙手出獎 然後就像我那樣… 何… 何什麼? 今集我們說姓何,不做熱身 一百幾十字,何這個字抽筋怎麼辦? 來,繼續何… 何…何,何… 何,何是什麼? 出來了 厲害了,何一何就可以把科學家何彈一出來 再何下去就可以把局長何志平 再何下去,厲害了 這就是何了草神航生 最後何出來的更厲害 就是澳門特首何阿華 來,繼續何 何…何一何,何不像他們那麼厲害? 何必問我,問芯姐好過 作為中國最常見性是之一的何聖 在最新的百家聖排名中 位列第十八圍 大概佔全國人口1.17% 根據統計,中國的何聖人 主要分佈在南面的一帶 而當中由以四川、廣東 和湖南地方的何聖人口最為集中 又是每日一拆的時候 今天要拆的就是拆個何字 何字其實一拆開就可以拆開三部份 先看看第一部份 第一部份就是它的部首 部首就是人字部 人字部相信不用多說 就是選一個人的意思 好,除了人字部旁邊就是一個可字 可字其實就是由一個丁字和口字的組合而成 先看看丁字 丁字來說 以前的圖案就是這樣的 圖案的意思就是在屋內掛著繩子 隱身開來就有高處的意思 而丁字另外也有意思的 就是可以解作河流的形狀 至於這個口字 口字不用多說 就是解我們的口 這個河字三個圖案 加起來組合而成這個河字 究竟有甚麼意思 就是說一個人去到一條河流的高處 開口問人可不可以過河 所以引申到後期 這個河字解作 詢問和疑問的意思 很可愛 做了幾集,走進法技 我真的發覺很多盛事的起源源源源流傳很有趣 對,我有同感 搞到我平時不喜歡看書 都特意找參考書來看 有關於盛事的東西 我其中看了一本叫《堂紅書》 它裡面就說 何時原來是超武九勝之一 超武九勝之一,我知道 他是做生意很厲害的 是 我想到了,難怪航生先生做生意這麼厲害 就是他的DNA 甚麼?還有這些什麼… 那些什麼… 那些什麼在樹 那些搞鬼 對,不過除了堂紅書之外 很多書都很好看 是嗎?有哪本可以介紹來看嗎 那本《五代史》 《五代史》 也有說這個河氏的起源 歷史記載 河氏其實有幾種不同的出處 不過最普遍的說法 就是河氏是遠於韓氏的 話說古時周武王的子孫 受風於韓這個地方 也就是現在的河南 當時的人以韓這個國為姓 後來戰國時期秦國 滅了韓國 韓氏子孫就遷復到長江和淮河流域一帶 由於江淮口音 韓和河的發音非常相似 韓聖人經常被人讀錯了姓河 後來他們索性 把姓改成姓河 就是這樣 不過說到河聖的起源 原來有段故事 據說當時 走爛去到高淮河流附近的韓聖人 剛好在河邊遇到巡國的敵人 他們是靈機一觸 指著河說自己姓河流的河 所以後人研究 河聖的起源時 就說企人邊這個河 其實跟河流的河是有關的 喂… 為甚麼這段串詞沒有我份串的 我不知道 這一個是代表河聖的圖騰 相傳河聖其實就是古時 河伯氏族的俗稱 左邊的人形圖案 其實就是代表東兒的一支寶族 亦可以指以前山東地區的幫國人民 右邊的河字 而圖案就像黃河迂迴曲折的河套一樣 而整個圖案的意思 就是指左邊的東兒部族 是住在黃河流域附近 所以就有傳說 古時的河聖人 最初就是以河流的河字為姓 正確是挺威風的 不過我覺得最厲害的是河仙姑 因為她是神仙 要風得風 要雨得雨 你傻的 要風得風 要雨得雨 河仙姑真的有這個人嗎 真的有 相傳她是唐朝的永州人真名的河慶 你也懂得說相傳 是否真的有 大家都不知道我又不像你這樣發白文 我又比較喜歡一些實際的東西 例如像賭神 河雄 新智山 其實自從河這個姓氏正式出現之後 在中國的歷史上 賀星曾經經歷過五次的大遷徵 令賀星人分佈在中國各地 到了西漢哀帝的時候 就出了一個叫做河帽的大臣 由於他權傾前野 他位於四川的家族 更加變得聲明顯赫 自此賀星族人在四川一帶 就被視為名門望族 好棒啊 熱辣辣的湯可搭燒 我吃到味道的確是不錯 之後再多吃香蕉一兩桑 吃完包補太后是敢挖 是敢挖 哈哈哈 要甚麼解救 香成這樣 小李子 再 有甚麼好吃 我沒甚麼好吃 哎呀 你偷吃不抹嘴是嗎 不是 這筆像不跟你計算 說回正經 對了 今天我們說甚麼呢 河 河 我姓河 老伯爺 我知道 根據慈禧字典的記載 凡親有河字 都是有疑問的意思 好像河必 河必 就是為甚麼一定要 還有 河苦 為甚麼要受苦 嗯 真是挺聰明的 沒有幾河 幾河 河 幾河的河 是否站在那邊 為甚麼呢 太后 你有幾河見我 讓你娶我隔離 是…奴才該死 幾河就是不多 是呀 我知道了 曹操曾經說過 甚麼對酒當歌 人生幾河意思 真是 哇 平時做事這麼迷路 真的有幾時 可以爹上一杯唱歌 這麼開心 是不是 你真聰明 對了 你小時候 有沒有玩過 河媽 有呀 我很喜歡玩 太后河媽就是 河媽 這樣 是不是 太后你想玩 我跟你玩 不是跟你玩 問你知不知道為甚麼 玩呢 我挺懂得玩 不過解我就不太了解 又不懂 又要我告訴你 是呀 河媽 其實是小時候 要來玩遊戲時 分組用的 是… 首先把手放在胸口 放在胸口 然後河一聲 然後河一聲 伸出手 河一聲伸出來 對,河媽 河媽 分組 就像河河人 河河人 河河人 河… 但是老佛爺 河河人的音不太好聽 不如以後就河河人 好嗎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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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 哀家就班令 全國上下 以後不准玩河媽 玩河… 河… 好啊… 太后名叫名叫名叫 小利子你真是挺聰明的 過來 給我一個兇 嘩 人來胡家 胡家 我現在只疼你 胡家 就是你疼我才更加要胡家 嘩 真是你害怕 嘩 人家胡家 他又要對我 人家胡家 胡家 胡家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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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不斷練唱歌 竟然是中國人的Doremi 無論你何年何月何日生 只要是姓河 都要跟吳師傅學習如何吹吉鼻胸 廣告回來 我們繼續走盡百姓家 河姓在中國來說 真是個大姓 我很多朋友都姓河 你很多朋友姓河 即是說你的朋友全都在上高 你就好 我就慘了 我的朋友全都在香港 不過他們和你一樣 那些朋友很多都是姓河 好像認識多少人 還可以 那你又知不知道 最早在香港何時有姓河的人出現 幾乎百多十年 即是何時 正確 根據歷史記載 何姓人最早在香港出現 就要追溯到清代 當年他們因為各種原因 不斷移居去不同的地方 有少數何姓人 更加來香港躲躲 不過要數真正的何姓村民 聚居香港 就要數到1712年 當時廣東一帶的何姓村民 走難來到香港 選擇了靠何的地方定居 建立河貝村 位置就是現在 荃灣的大河道 據說當時最早來到荃灣聖河 那個人叫甚麼名字 就叫河友誠 為甚麼他會來到這樹 因為當時兵荒馬亂 他又和他在一起 於是乎就三逆棋居 四度避難避避下 就避到來荃灣大河道這樹 亦都是因為這樣的緣故 於是乎他就在這裡 開枝散葉落地生近 就有了這個河貝村在樹 喂 為什麼這段串池沒有什麼品 叫你剛才這麼自私 你又不願意我 當然這次我不心理玩 我又說完 你喜歡站在這裡 你繼續站吧 難人有這麼小器的 你不搞錯 我想問當時你們的祖先 是何時來到香港 發展這條河貝村的 有梅園 我們從梅園來香港 來的時候就… 清朝 清朝即是雍正時代 清朝、雍正 時期就已經來到香港 一來到梅園下 梅園下就人多於頭 就搬到河貝村 搬到對面, 梅園下對面 即是開發多大地方 因為人開始多了 搬到對面, 河貝村 那裡有一條河 後面有一條河 即是那條村後面有一條河 不是叫河貝 所以就叫河貝村 原來是 自從在大河道建村之後 河姓族人就不斷發展壯大 成為河姓村民的聚居地 當時河貝村的村民 通常是以甚麼為生的 螺蟻、斜腐竹、耕菜鹽 斜腐竹 斜腐竹 耕菜鹽、葛草 葛草 這四行為生 不過到了1966年 因為政府要開發荃灣 河貝村就由大河道 搬到現在的大窩口 直到今天 河貝村仍然有 二百多個河姓村民在這裡居住 河伯伯 你這一代 就是河貝村第幾代? 第七代 第七代 那你對落到多少代? 現在我對落有四代 你對落有四代? 對 你這堆是否說真的 去到第十一代? 真的嗎? 對到十一代 這麼厲害? 而河姓村民為了紀念 河氏祖先就在1970年集合全村的捐款 起座這間河氏宗池 當然就是來供奉這位河友姓 河泰公 快點快點 很快 嘩 家榮 為何解救龍哥換髮 漂亮這麼多? 不是的 我三萬通頂 你別開玩笑 少少黑眼圈都沒有三萬通頂 你真是有所不知的 我這隻粉很貴的 塗一塗 甚麼都不騙光了 你看 封了 那都合河車了 我也需要借我用一用 你叫甚麼河車 人家就說塗 你一表人才發甚麼 鬼嗎? 昨晚跟我老虎吵架 被他濕了一拳 現在眼睛雨傘 就想問你拿些東西來遮一遮 唉呀 那看來我真的合河車了 是呀 那我用不可以 快點 好,來 小小 給鏡子我看看 好 要說合河車這句話 其實原來是跟一位姓河的人有關 所以我們會從河市這個大勝 開始說話 話說差不多一百年前 廣州是一個居水馬龍的大都市 而我們在一個戲班裡 裡面還找到即將成為粵劇界大老官 的當熊炸子雞 它就是何非凡 小可是不是? 小可是, 班主 來, 班主 好, 班主 先看一看, 旗這麼高怎麼說 怎樣, 班主 你自己看看 你那些師弟師妹 要唱的唱得 跳的就跳得 要死的就死得 她說你自己有什麼東西可以 班主, 我真的沒用 連死也不會死 我會努力的, 我會練的 我真的會的 我又不知道你那麼多 要想要 這位唱得走音 最重要, 你自己明白 在戲班班主眼中 認為沒用的學師仔 她就是剛剛入韓學人 做大戲的何非凡 據說, 她初初登台的時候 不知道是不是心情緊張呢 有時候只有幾句對白給她練 她也練不出 給點心情練熟她 謝謝, 班主 謝謝 你不看到哪幾句對白? 看到沒有? 看到了 看到嗎? 看到, 讀出來給我聽 知道 我明白了 不過很幸運 何非凡是一個很上進的人 雖然天之不太好 唯有日年夜年, 將勤補絕 我明白 那我先走了 好啊…知道就好了 背贖一點吧… 為了令自己不要失威 她還根據那些人唱大戲用的樂譜 即是公車譜 幫自己改了一個藝名叫做非凡 其實中國的公車譜 就跟一般的西洋樂譜差不多 裡面也一樣有很多道理 不過他們就叫這些音調做 何氏山車公反撩烏 那就包括是中國人都會唱 班主呀班主 我藝名叫好店好聽 說笑給你聽 何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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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凡 非凡 非凡這麼響的名字 你叫的嗎? 那些大老官都不敢叫 你去叫自己做非凡 我豈有此理 說你趕快和我洗廁所 不在這裡非凡像非凡 快去 妨礙我喝酒 時間過得很快 經過她幾年來日日苦練 我明白 那我先走了 知道 明白了 我明白了 那我先走了 是月曝時會 悔悔 我這個寶 又學奔善 如是者 由於何非凡這麼威 她的名字又跟公車舖一樣 所以聖何的何 也變成何車的何 而那些人都用合曬 合載河車來形容適合音 後來人們覺得 凡是兩件事擺在一起都很合適 都會用合載河車來形容 謝謝 無論你的姓怎麼稱呼 都要請教吳佩芳 所以今集師傅說姓河 一起聽聽他怎麼說 河志本身的五行大義 代表西南方火金的配合 這也是一個崑掛 所以性格上不論男女也好 都比較重視親情、孝道 所以跟朋友交往一般都很吃虧 屬於蔬材仗義的類型 人緣固然之好 而名字選擇上 亦可以考慮土甘性質的名字 男性朋友就是堅字、崑字、天字、培字 都比較好 而女性就可以選擇 美字、旗字、敏字、佩字 都是由誰有來的 這麼快就一個星期 但我們終於說了 下星期你們就去新界 再將其他星期逐個喊… Ben,何解? 小李子忽然上身了 我還是逼不得已, 憂感而發而已 此話何解? 家欣下星期這個雍正和呂四娘 霸了我們的廠裡拆 搞得我們倆沒得拆, 要回歸了 那沒辦法 是 愛家和小李子就此跟大家拜別 好, 再見… 拜家 太后, 照心有訓便 胡家… 走進百姓家 下星期將會由我, 陳展鵬和何佩儀 跟你說說香港星界五大氏族八家姓 鄧姓一族人在香港已有超過七、八年歷史 到底他們的祖先 是否如傳聞中所說 是天然皇帝的後代呢? 朋友結婚, 做鄧川石 跟姓鄧又有關係嗎? 一說姓文 就會想起我們的愛國詩人文天祥 但原來他竟然不是姓文 姓廉的人, 因為一段祖訓 有部分的人, 生前本來是姓廉 但死後竟然要改姓張 香港有十多間的猴皇廟 又有猴皇到 原來猴皇不是姓厚? 傳說中國最長壽的人 就是有足足八百歲的彭氏祖先彭祖 那麼長壽, 跟姓氏有關係嗎? 想知道就別錯過 下星期一節五盟的 走盡百姓家 就別錯過 所以已經被替了 不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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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